總統 總統先請坐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我們記者會現在正式開始 那麼首先我們先請總統來為我們說話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賴院長 還有我們即將接任的蘇院長 所有收看直播的朋友 还有我亲爱的果然同胞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 我要感谢赖清德院长 在过去一年以来 他用坐实式的态度 认真扎实地投入改革 跟建设的工作 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施政的成果 拉院长的任典 全力执行包括5加2产业创新计划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以及各项提升政府效能 优化投资环境 强化国家发展的政策规划 在这当中 有很多复杂的艰难的挑战 但他始终以最坚定的意志 跟使命感 尽管满身的伤痕 仍然坚持岗位到最后一刻 除了由衷的感激之外 我还有不舍的感情 除了这两件 除了感激跟不舍之外 我找不到其他的言语 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九合一选举之后 拉院长一直认为 他必须为选举的结果负责 不过职任的党内上上下下 包括几张接任的苏院长 其实都希望 拉院长能够继续留下来 为台湾努力 但是 拉院长依然维持辞职 以负责的心情 所以 尽管百官不舍 我还是尊重了 拉院长的决定 虽然离开格魁的职务 但是我相信拉院长 仍然会很关心台湾 也很关心台湾的未来 所以他仍然是我们台湾队的一员 未来为了台湾 我们还是会一起来打拼 接下来 我决定邀请苏贞昌院长 来接任格魁的工作 苏院长有三个强项 这三个强项完全符合 这个阶段台湾的需要 第一是经验 第二是破例 第三是执行力 此刻的台湾 需要一位有经验的行政院长 也需要一位有破例的行政院长 以他的执行力 来完成后续的改革 以及国家发展的工程 苏院长的超越哲学 在去年选举中我们都有目共睹 无论是大胆的启用年轻人 政策上的创意发响 宣传的创意和进化 都让人印象深刻 在确认 班员长坚持的意志之后 我正式征询了苏院长 是否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苏院长考虑之后 决定跟我携手为台湾再拼一次 对于执政团队来说 我交付给行政院长的工作 是一棒接一棒 林全院长打基础 赖院长除了拼执行 也为国家的未来做了很多的规划 而准备接任的苏贞航院长的施政重点 就是要更强力的来壮大台湾 我们执政的前半场 已经在改革 建设跟经济发展上面做出了成绩 而执政的后半场 关键就是把做出来的成果 真正分享给台湾人民 所以我对新政院长最大的期待 就是施政务必让人民有感 亲爱的国人同胞 2019年 将是同时充满挑战跟机会的一年 面对美中贸易战后 后续经济的冲击 以及中国步步的禁闭 强加一国两制在台湾身上的企图 台湾的民主跟发展 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 过去两年多来 我们为台湾做的每一项工作 像是经济转型 投资台湾 新南向政策 国防自主等等 就是为了在面对这种国际变局的时候 能够把挑战转换成机会 所做的准备 我所带领的执政团队 不仅要持续实践我们壮大台湾的承诺 接下来 更是要在社会的分配 弱势者的照顾 以及受变局影响人的身上 放更大的心力 在坚持改革成果之余 我们必须在内政 经济 国防 外交等各个领域 持续强化我们自身的实力 和自信 这就是我所说的2019年 就是我们拼民生 护民主 守主权的一年 为了守护民主 坚持主权 身为总统 我必将带领台湾 坚定发声 奋起抵抗 而拼民生的工作上 我会跟苏贞商院长分工合作 也相信苏院长几十年的从政经验 会长好 长稳行政员的舵 和我一起带领台湾在世界变局当中 克服难关 勇往直前 不久前 我们确实输了一场战役 但我们会从失败中反省 再一次的整队出发 赢得最后的胜利 选后我跟苏院长有过深入直白的讨论 苏院长输过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这一次我们输在哪里 知道输在哪里 就知道要从哪里爬起来 人民要我们拼民生 人民要我们护民主 人民要我们守主权 这一连串的挑战 就是需要苏院长这样的老手一起来拼 我跟苏院长会一起为台湾穷穷穷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总统 接下来我们邀请赖清德赖院长来为大家致辞 蔡总统 苏院长 陈秘书长 刘富秘书长 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 全体国人 大家好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蔡英文总统 给我服务台湾这块土地 以及台湾人民的机会 过去一年多来 我率领行政院的团队 积极认真地执行蔡英文总统 所交付的七项重大任务 对于行政院所负责的各项政务 我跟我的行政团队 无不战战进京 不敢松懈 许多方面也已经有阶段性的成果 但是在去年11月24号 民进党遭遇空前的挫败 固然蔡英文总统已经辞去党主席 负起政治责任 但是身为全国最高行政首长 难辞其咎 致应负起政治责任 感谢蔡英文总统 找到最理想的接续人选 也感谢苏贞昌院长愿意勇敢承担 我对于苏贞昌院长的认识 一如蔡英文总统 刚刚对苏院长的肯定 经验 魄力 跟执行力 我相信行政院在苏院长接任之后 各项的政务不仅仅可以顺利推展 效力 成就一定会更胜以往 如果我们再把它换算成棒球的术语来讲的话 我是中聚者 我是中聚投手 苏贞昌院长是终结者 每一个球迷都知道 不管是季后赛或任何一场高强度的比赛 投手的经验是无价之宝 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 破例 敢跟打者对决 执行力 求要投外角 要投内角 要用什么球路都控制得非常好 苏贞昌以终结者的角色 来接任行政院院长 我相信在九局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定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 苏贞昌院长是我的政治前辈 我要叫他一声神败 他每一边的决定 都不是苦努高人 也还是贵金 他都是勇敢的承担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所尊重议長 也感谢蔡英文总统 最后祝福蔡英文总统 正功康泰 朱贞昌院长 政务的推动 圆满成功 天佑台湾 天佑台湾人民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赖院长 接下来我们邀请 准行政院长 苏贞昌苏院长 来为大家说话 蔡总统 赖院长 陈秘书长 刘富秘书长 各位媒体朋友 国人同胞 这是关键的时刻 这是艰巨的任务 总统在选后 多次和我对谈政局 我一再希望 能够用尽全力 留住赖院长 继续言有的政局 但 赖院长 基于责任政治的理念 认为 他 在时间到 就要坚定的离开 我们虽然万般不舍 但 也只有尊重 赖院长在过去的时间 为国家 为人民 在总统的领导下 做非常 亮丽的成绩 和辛苦的努力 我由衷地赶佩 同时 也要 特别地 表示 往后 各方面 都会继续 来做各种 让更好成绩 显现的努力 我 看赖院长 在今天 总辞的记者会上 告诉阁员们的话 我想 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 我们在电话中 我都可以感受到 赖院长 努力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他有放下 沉重担子的 舒一口气 我 却要挑起这个重担 所以 此后 赖院长 楚江湖之言 拨弄头华 煮酒看野花的快意识 不要忘记 居庙堂之高 有扛着重担的兄弟 摸着头皮 搅进脑汁 希望做出成绩 也 希望 能够 不要忘记 我们 斩马 论韬链的好情 要一起 我们在蔡总统领导下 来做各方面的努力 德诺贝尔文学奖的 邱吉尔首相 说 胜利 并非终点 失败 也非末日 在二战最艰巨的时刻 他得到国王全力的支持 在外有强敏 在外有强敌 内有政敌 政敌 的情形下 带领英国 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赢得胜利 在战后 他以高龄二度出任首相 德女王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为英国 服务 为人民做出亮丽的成绩 我 在所坚持的信念 做出成绩 希望 我们团队在蔡总统领导下 能够 继续 民权院长 赖清德院长 所做的努力 继续 前进 虽然 有下车 上车 但 我们会 坚持 走得更顺利 让乘客更满意 让我们就一起努力 希望 大家给我们支持 谢谢大家